大家好 我要介绍一下家系学法语的成果 有一些本子 我要去拿另外一个本 稍等一下 其实一开始是这个本 就是我当时去听课的时候 就是什么都没带 就带着这个本 这个本当时是有壳子 后来没有了 然后开始抄课文 因为我手上没有课文 当时也没有PPT的 反正这上面应该有不少错误 反正抄了很多东西 好像这项越到后面写的越乱了 但其实抄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 有助于学习 然后后面就是帮同学解答先行代数 这个就不看 然后再往后就到了德语的部分 好像德语没怎么好好学 但是音标倒是抄的很多 这是德语的辩位 当时德语动词辩位 我还是认真学了 大概有这些 后面就是白的 这也是德语 这应该是德语的单词 我应该还记得怎么发音 有的 然后这 这是啥 这边打草稿 算了后面不看 我们进入正题 这个假期是从这开始学的 我找了一个新的本子 这个本子是从阿里的办公室拿的 他们有一些免费的本子 然后 然后开始从音标开始 我觉得写音标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认真学习了一下这个发音 当时我听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认真的学 然后就凭印象 而且确实发言规则有点太多了 然后这一部分 我就是右边这一页 我现在已经能分清这几个音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再往后音标结束就变成了 就到课文的部分 课文在哪 不知道 反正可能一上来变成变位了 我从这开始认真学习动词变位 反正就这些吧 还有国籍 然后开始课文了 我特别喜欢抄课文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觉得课文写的还挺不错的 还有什么 我其实每篇课文都会抄一遍 然后还有PPT上的那种 我也会抄一遍 抄一遍并不代表我能记得住 只是让我觉得可能印象 感觉上印象会深一点 然后 前面这篇课文当时都认真学了 然后还有一般疑问句 一般疑问句我当时也是会的 然后还有一些语法 我觉得这些总结是很好的 然后到特殊疑问句 我很不明白为什么一般疑问句 是这个完全疑问 完整的疑问句 这个词 然后等到特殊疑问句呢 就变成了这个词 算了我还是不念了 我有点没信心 然后特殊疑问句 当时我还没有认真学 反正现在看也没什么难 然后又是课文 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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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语法 然后 这是啥 这啥意思 这什么什么形容词 这是讲这个get的这个形容词 但是好像怎么翻译我不太记得 我经常会敲一些原文的这个意思 但是我把后面都忘了 诶 这就写完了 诶 这本就写完了 不能吧 哦 我把后面的对容放到另一个本上 因为这个上面是法语医 哦 这个也是法语医 就不是第二侧 啊 然后我们可以接着讲啊 这样那二单元了 然后开始继续抄 写 写 然后我觉得你这个缩写 然后找的是啥意思 然后这是部分观词 超课文 我为什么用填字格呢 因为我确实有很多填字格的文 我不知道该怎么用 抄课文 抄东西 呃 哦 这是丢东西 啊 反正这课文 第二单元感觉没有第一单元有意思 然后又是语法 语法 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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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法 课文 哎呀 终于写完了 好像后面写的不是很认真 啊 好吧 然后这个就结束了 然后这是语法和课文 就是这两个本 还有便位 便位我确实有认真在学 然后 反正这东西挺多的嘛 这是第一组的 第二组的 第二组还没几个 第三组就特殊的有很多 然后也写了很多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记得不少 记住了很多 然后还有就是词汇 词汇我觉得我看的是最少的 然后现在认识的词也不多 然后从这个数字开始 这是词汇 不是便位 哦 是词汇 然后写写例句 然后认识时间 当时尤其上课我并没有认真好好学数字 就是基本只会一到十的数字 然后时间我就不怎么会说 现在发现它其实也不难 挺简单的 嗯 叙述词这个也不难 但是我感觉我现在用的很少 所以也不是很熟悉 然后这个买这个东西也记了一大堆 然后还有这词汇 我觉得这词汇都是很实用的 虽然说我还没怎么 没怎么好好背 然后这个左和右这个事情 我也能区分好 嗯 然后这还有些吃的 这些吃的我觉得我还是能用得到的 还是很实用 然后这些衣服也很实用 颜色也很实用 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写串了 抄了一篇课文 就不知道为什么有墨水 而且有菜 我觉得也很实用 哎 虽然有的我现在看了也不太记得是啥意思 啊反正这个本就解释了 然后最后还有有些抄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是 这是当时科长播的视频 就是那个拿勺子 然后介绍什么的 然后这是有歌的歌词 我很喜欢这首歌 然后后面还有些乱写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本来就没怎么写 还有最后一项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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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是我一些 不能叫草稿吧 练习 变位的练习 然后我开始自己写 先把词写上 然后后来再把这个内容填上 然后还有些 那个课件里给的 exercise exercise 这个跟英语评法还不太一样 然后反应一下 反正这也是一些变位 然后这是练习 比如说4.1的这个练习 哪错了 人家让写否定 我写了啥的就是 哦 这个 1这个音不知道往哪放 这不知道写啥的 这是抄歌词 然后这个后面也是练习 应该也是 这是干嘛呢 不知道是抄啥呢 先不写 先不看 这是白酒 这也是这个动词变位的练习 这也是练习 啊 这个好像还有点行 粘到一块 动词变位的练习 这是干啥呢 好像也是练习 继续不太记得 啊 这个好像写的稍微整齐一点 标的这个 Unité en Lasson 5 的练习 啊 反正反正就是练习了很多 那个练习提出的也还行 这样说好像不太礼貌 反正就是充足的练习 呃 反正就是抄了很多 但记得不是很多 呃 没了 我觉得课程的这个资料 准备的是非常详尽的 即使后来自己去学习 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视频也就少说点吧 先说这些 再见